嗨,我是琪琪 我是燕燕 琪琪和燕燕的玩具 琪琪和燕燕背着冲浪板来到了海边 海洋好辽阔,我要在这里冲浪 琪琪把冲浪板放在沙滩上,站上去站好 趁着一阵海浪拍过来,琪琪被推进了海洋里 它们在海上冲浪,欢乐极了 直到看到了海面上一个巨大的海上城堡 城堡可真高啊 两边是漂亮的塔尖 下面是两个透明柱子 中间有一个粉色的贝壳鞠钳 侧面还有一个弯曲的长滑梯 月月,这是换点吗?我要过去看看 琪琪往前 绕到了城堡背后 站在柱子里看看 诶,琪琪消失了 又神奇地出现在右边的塔顶 哇,正好可以玩滑梯了 琪琪扎进了海里 月月,快来试试这个好玩的城堡吧 月月也顺着海浪移动到城堡旁边 贝壁壳鞠钳可真美啊 月月跳到秋千上随着风一摇一摆 咦,月月去哪儿了? 哇,它们慢慢降落到了海底 海底里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两个粉色的沙发,还有钻石发着光 桌子上的桌布还是水草做的 快看那边 有一条金色的小鱼正在座位上休息 黄金小鱼看到琪琪月月慢慢地游了过来 上面的几只小鱼也跟着一起过来 小鱼坐在沙发上 欢迎你们,我是金鱼王子 您好,我是琪琪,这是月月 你们被神奇的贝壳塔选中 来到我的宫殿做客 现在来品尝一下海底的美食吧 琪琪面前出现了一个鲜虾寿司 哇,好鲜美的虾 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鱼子酱寿司 这是月月的最爱 嗯,好好吃 金鱼王子,谢谢你的款待 我们要回去了,再见 就这样,琪琪月月重新回到了贝壳鞦韆和塔顶上 月月跳上它的冲浪板 琪琪也从滑梯滑下来 站在了冲浪板上 琪琪月月继续出发,去冲浪了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就玩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 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